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荒野石一路 新疆有个非常有名的甜瓜,叫做一包糖 但是呢,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上了年纪的人,七八十岁的人呢,可能会知道这个品种 我们来看看书里怎么讲呢 我们看书里,这是新疆七甜瓜日第六十三页 对一包糖的记载 主要分布于吐鲁番盆地 本品种系吐鲁番无明珠等同志 于五十年代从农家品种塞尔克可口集中选遇而来 它的品质中上 无明珠呢,现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是一包糖甜瓜的彩图 这应该是八十年代拍的 这个书是八二五年出版的 它的果肉是雪白色的,种枪很大 它的种枪 容易裂果 这国民珠呢,容易裂 而且它的果气部呢,也容易裂 这个今年我们种的这几颗 现在我们去采摘 这个就是一包糖 一包糖的平均单重是两公斤至三公斤 这个属于烧大型的 2.8千克 它和书本上照片相比较呢 是稍短 果皮颜色呢,是一样的 它的肿腔很大 果肉稍薄 你看它肿腔位置 水都流到胳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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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太多了吧 你看它 嗯 嗯 你就站着吃吧 注意点,不要水都流到身上了 这个味道咋样 嗯?你觉得味道咋样 汉齿 你不要吃了吧 你吃两大块了 要不再给你小片 看,再给你小片 给小片 你听它的声音 吃了一大堆也忘了拍了这个 它的果肉呢非常脆 你听 声音很脆 尤其它的汁水特别多 尤其它的汁水特别多 鲜维质还能较少 你看多脆 它是一种非常脆的品种 所以呢,它很容易裂锅 它的汁水充盈着整个口腔 它是一种非常脆的品种 你看这汁水 它是一种甜而不腻的一种品种 这瓜的折光碳含量的不会很高 它的汁水非常多 我来测一下 它的折光碳在13度 不到13度 12点多 时至今日呢,很多老年人 老一辈的人呢 特别怀念以前的老品种 觉得现在的瓜没钱的瓜好吃了 没钱的瓜甜了 真的是以前的瓜甜 现在的瓜不甜吗 并不是这样的 你比如西周蜜 它平常折光到16至18 高一点的可达到20度 但是呢,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还不好吃呢 因为呢,发展到今天呢 我们把瓜的品质丢掉了 口感 瓜吃起来就没有口感了 它怎么会觉得好吃呢 果肉白色 肉厚3.2厘米 肉质稍粗脆 鲜维较少 多汁 折光碳含量在7.8 到13.8之间 这种折光碳 放在现在 它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这么低 还叫一包糖呢 主要取决于它的口感 它的汁水很多 它的果肉很酥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